明星周刊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明听的声音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星周刊 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个摄影棚来的呢 就是这个其实很少在内地和大家见面的舒淇 你好 所以你当时去找这个感觉的时候 听说也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很难入戏对不对 因为我的普通话就是跟内地的演员有很大的距离嘛 然后再加上我对那个年代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刚开始拍的那一个礼拜都必须要去听很多人讲 然后去research一些看照片啊 然后听他们讲啊 或是然后下去自己就是自己动手自己弄造一些感觉这样 第一次给你试装的时候 当你穿上那个衣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觉得很觉得很土 就那种衬衣还有花对吧上面 对啊 还有军装那种 军装啊 而且每个好像都是特别大嘛这样 就是不是很符合自己的身形这样 对对对 而且说当时这个你拍戏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剧本 你是因为这一个团队当时吸引到你 对啊 因为有时候演员看剧本并不是很清楚说他的背景 或是拍出来会怎么样 而是第一导演他就跟我聊了 然后我也觉得蛮有兴趣的 再加上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狗不拉屎 那种圣诞的地方两个月这样 好像与世隔绝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好像蛮舒服的 就整个team让我感觉都蛮舒服的 嗯 然后说当时呢这个很开心是可以不用化妆 输两个辫子就可以去演戏啊 对啊 你不在乎形象吗 那形象在乎是在乎 但是有时候你演一个村姑 然后农妆艳魔也不对吧 嗯哼 而且像那边那么乐的天气化了妆 还要补妆太麻烦了 所以就不要化 然后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个典故很有意思 说当地一个这个干部 村干部说要见你 说很喜欢这个舒淇演的电影 然后要见舒淇 然后就把自己头梳成很光的 说蚂蚁都站不上去 然后还穿了衬衣 然后来见你 就舒淇呢 舒淇呢 舒淇呢 可能不化妆舒淇的辫子蛮土的吧 其实你后来是觉得自己和这个整个很融合了 慢慢去找这个感觉 对因为我们这部电影的辅导 还有很多演员的爸爸妈妈曾经也是之亲嘛 所以常跟他们聊 他们都跟我讲很多 所以我第一次在内地拍戏 然后整个都是内地的工作人员演员 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 好像就是有回家的感觉 就蛮很舒服 然后就很自然就会投入在那个环境里头 可是他们合作很开心对不对 觉得很专业 专业吧 我觉得就每个 我觉得只要做这个电影圈 大部分的人都是很专业 而是很执着他们应该是 像我其实我广东话也不是那么的标准嘛 但是如果在香港拍戏 他们会觉得说 反正大概没救了 所以就 就让你这样去算 可是在这边他们就很执着 他们希望说我 虽然说不要说一模一样 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 有跳出来这样 就一定是要让那个当年真的是上山下乡 当过知青的那一帮人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能够找回以前那种感觉 能够觉得很像 甚至是就是那个年代 一巴掌我是觉得好像很 就是很美 不给人家面子我觉得 如果人家打我 像我有一次拍戏 人家打我一巴掌 我一打我就哭了 因为我觉得很没有面子 所以我有时候拍这种戏 会觉得很尴尬 但是后来据说还是打的留意两边 全是印子 那没办法 因为你一直在这样打下去也不行 还有反映说舒淇的本性比较好这个好打赌 就连开过的火车都要跟人家赌的多少截 我觉得拍这部戏好像被整个剧组的人出卖 不是打赌 因为有时候拍戏很闷嘛 然后又你知道有时候在山区有蚊子 然后又要等不知道等什么 那没事做嘛 那就跟一些因为我们剧组的人就在那边不知道讲什么 然后那我们来打赌现在那个火车来的那个号码是单还是双 就自娱自乐完全是在 但是整个工作人员都很开心这样 很开心 然后一过了之后马上就开工这样 就是不要有那种好像浪费生命的感觉 反正充分去用利用每一分钟这样 也是有一个跨度年龄跨度 也是最后就是孩子他妈了 那你觉得自己像吗 就是把你画成那么老 怎么要去揣摩中年人那种 其实就是如果上戏的话就还好 但是如果没有就私底下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 好像远远看到一个画了 就是一个老太婆但是很顽皮的在那边跳来跳去 其实还是蛮难抓的啦 因为中年就上了年纪有小孩子 因为有时候你现在看一些四五十岁的一些女孩 因为演戏做得太老也不行 做得太淡也不行 所以蛮难去拿捏的真的 反正不管就是演戏的时候是个中年妇女就好 平常还是一个小孩子 她并不会言谈到过去 而且是从拍一个三级片写真集开始这样子起来 我觉得好像会走得很辛苦这样 她告别轻狂日渐成熟 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狗不得拉十年不简单的地方 本周六明星周刊看性感宝贝舒淇化身美人草 真见到舒淇开始拍戏的时候觉得到现场之后 完全就是一个演员了 然后就是在想着自个儿的戏 然后那种放松 因为演员在现场必须得放松 那种放松就让人变得 就刚才说的好像变得很普通 因为在极放松的状态 就不是说捧着劲的 然后一平一笑都是那种很自然的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 你最后会选择谁 我真的我可能会选择刘烨吧 因为刘烨比较帅一点 不是因为那个感觉是比较刺激的 就是好像你孩子都会去追求他的 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或是他要的那种感情 而且万一 你也在那个时候 你可能也不晓得到底是谁可以帮到你 再来就是 其实我那个时候叶欣云都是自己靠自己 那也不需要两个男人来帮我什么 可能他们也是帮了我很多 但是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太矛盾了 又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 但如果 那女人都矛盾 对 但如果我的话 我一定会先去追求我那个 唯美的爱情这样 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样 先不要在乎天长地久 就是到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啊 反正到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有一种男孩子就是 特别会用一句话来 或者一个小动作来打动女孩子 而有些男孩子真的是天生的好好先生 是真的是个好人 可是就没有办法激起女孩子那种激情 对 看你要的是什么 那你要的是什么 我如果可以的话都要吧 好的 对啊 如果可以有这种十全十美的话 我觉得人也都有要求 你也有要求 我也有要求 经过这么多年 在演艺圈的磨练之后 自己会变得更加的坦然了 更加的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开了 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开朗的人 就是比较开心的人 我不是很喜欢就是很不开心这样 因为我看了一部片子 就是天旋地恋 是你和古巨鸡演的 我老是觉得那个人物太像你了 你自己是这样的吗 我是 就是有时候你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 当然还是会 怎么讲就是会去思考 或是觉得很沉重 或是不开心干嘛 但是你睡醒了 你还是要去继续做嘛 所以 我一路上就是就是坚持 先把事情做好再说这样 但是舒淇接这个美人草之前 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接戏 那刚好在一年多以前 你的报道也很多 你当时怎么就不乘胜追击啊 第一我觉得还不够怎么讲 自己还不够那个还不够好吧 而且有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那个市场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的美好 因为他可能找你拍的电影 要么就是什么难民啊 要么就问你会不会打啊 就是你如果你说你要在那里发展得很好 或者是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我喜欢演戏 我不喜欢去演一些 或是比较商业 或是比较好像不关我的事的那种电影这样 然后我想得很清楚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喜欢接触一些 跟我自己会比较近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像演美人草这个时候 也在担心 因为我普通话没有那么好 然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 但是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是很有挑战性的 如果演得好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就是挑战一下自己 真的我觉得我不想为了去一个地方 而放弃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离开家人 离开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可能你往国外去发展的时候 你就比较少接触东南亚洲的电影圈的东西 所以但是说句实话 也真的是如果要出去重新再闯一番的话 对于经历来讲 各方面来讲 其实也要耗费很多很多的东西 要舍得很多东西 对 比如说在美国合力 或者好的一些亚洲的演员 比如说周仁发扬至秦鸣成龙 连结 他们都有一定的地位在亚洲 比如说他们会打戏又演得不错 打得都蛮好的这样 自问我自己戏也还没到一种境界 打吗 我想还差个十万八千里 而且那个方向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方向 像我会很喜欢比如说好像巩俐的那一种方向 就是你还是拍亚洲电影去 因为通过亚洲电影去得奖 对 去告诉人家说 亚洲是多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 而且美国电影大部分都比较商业吧 我觉得 除非他肯写一部这样 亚洲的心理 什么女性的心理什么什么时候 那我就不介意 对 其实像那个 你说到像巩俐拍的那些片子 你看过他拍的一些像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就我没看 但是其他《红高粱》啊什么《漂亮妈妈》 《活着》啊《妖娃妖娃》 很多我都看过 你也想去就是说这方面比较厚重的一些电影 可以去想查试一下 对啊 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演什么都 都好像是 都很相似这样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 巩俐当时也是去体验生活 就是秋菊打官司的时候穿着当地的衣服 把肚子弄得很大 当地人都没有人认出他来 对啊 你不是也是那个《自然维生》 出你来吗 对啊 他并不会言谈到过去 而且是从拍一个三级片 学生级开始这样子起来 我觉得好像会走得很辛苦这样 他告别轻狂 日渐成熟 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狗不拉屎 像不相当的地方 本周六明星周刊 看性感宝贝书籍化身美人草 我们刚才在说其实在98年的时候 我记得98年的时候 你那一年是很出镜率太高了 就是属于拍了很多很多的片子 就是《玻璃之城》那一年也得奖 那时候基本上很大比例的电影都有你 你那一年是不是感觉到是很丰盛的一年 对于你来说 对啊 其实本来毕竟我自己是从台湾自己一个人过来香港 而且是从拍一个三级片 学生级开始这样子起来 我觉得好像会走得很辛苦这样 我是96年才进行 两年之后就有那么大的那种 那么多人的认同应该这样 所以是很丰盛而且蛮开心 也是蛮激动的一年应该这样 但是你到香港了之后 很多时候那时候 我说台湾到香港去发展的人 都会叫过江龙是吧 就是一个女过江龙 过江小龙女到了香港之后 那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帮你 你运气还很好 据说导演他们 王晶他们等了你9个小时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你知道小女生嘛 对啊就是爱玩嘛 把时间玩过了 不是不是是睡过头了 前一天忘了 就忘了这件事情嘛 反正那时候年间很小嘛 然后去disco跳舞 然后回去睡觉睡醒了 就出去吃饭这样 然后也不会也没有想到什么 就忘记了 就真的忘记后来回到家 下午两三点看到那个抠肌 对哦 然后在抠肌 但是有没有想到过去 肯定没戏了 没希望 也没有耶 真的你那个时候就完全不懂 我只是怕被我经纪人骂而已 其他都没想 其他都没想啊 反正就是 其实我入行是蛮奇怪的 就是什么也没想那么多 然后就 好吧那就去吧 好吧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 那个时候没想太多 并不是 但是因为现在我知道 有些小女孩子要入行之前 都说我一定要红 要做个superstar 那时候没想过 真的没想过耶 也没想到现在会做到这样 可以去做一些 有时间有这个精力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 对啊更没想过 那那个时候你入行 你想到最多的 就是怎么样就可以了 那时候入行 就是小女生还是很笨嘛 其实我是就比较笨 而且 耳根子比较软 然后进了圈子之后 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 就压力很大 然后就很沉重这样 然后会常常躲在酒店房间里头哭啊 然后就在那边 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然后就哭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吧 然后就说不行 我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然后 然后就说好吧五年吧 反正五年不行的话 我就回去台湾吧 真的啊 当时也对了这个想法吧 对啊 那时候因为你 你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你就只是有胆量嘛 其实你刚刚这个入行没多久 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还很喜欢你 蛮捧你的时候 还是几年前 然后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戏 你说赚钱咯 那你接广告是为了什么 赚钱咯 然后 但是 然后我们说 他那个时候很诚实 又这样问我 我不敢这样说 这样想也不敢这么说 那时候就是怎么讲 比如说我觉得有些人讲话会很修饰 就是很修饰自己的语言 比如说现在的我也会比较圆滑一点 因为毕竟你不能让人家觉得说你很 视力很现实或是怎么样 但是这是事实啊 我觉得 很多事情 大家都这么小 而且 你很累 因为我那时候 平均一个月子睡不到两三天觉 然后你不会用脑袋去想事情 然后去做记者会面对记者的时候 人家问你 你为什么要拍广告 你为什么要接这部电影 嗯 我想不到什么好的东西 赚钱 赚钱咯 可是 就真的就是 其实就是 为了自己 以后有更好的 发展的机会也好 生活的保障也好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想法 就是很直接告诉人家说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 对啊 你没有必要再去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不会思考了 就是 然后想想小女孩 那个时候还很小 20岁出头 对啊 然后就觉得自己那么小 能赚那么多钱 其实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舒淇呢 一直是有一个同性在心里的 就是很喜欢看卡通 比如说 就很喜欢像这个 这个叫什么 蜡笔小星 然后 还有很多人说这个 舒淇是小丸子 对不对 樱桃小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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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概是因为 因为我有拍过一部电影 行运 酒吧行运 一条龙 对 然后那个就是有那个小丸子的装扮 对 你自己平常为什么 其实还喜欢看这些卡通片啊 这些卡通的东西吗 说实话 哈哈哈哈 哦 其实还是 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做人要有童真 嗯 这样才会更开心 所以经常骗自己 你还小 16岁而已 没有我现在已经修炼很多了 因为 我有一些 比如说我台湾助手 还有我的 一些小女生的 就我的子女 大概十三四岁 他们有时候 不是很想跟我出去玩 没有 因为我常常都带她们去逛这些东西 其实带她们去逛 是我在逛 哈哈 他说哎 我带你去逛一个玩具店 其实是自己很喜欢这种东西 然后要找一个东西 要掩藏一下 很可爱啊 嗯嗯 那如果现在 嗯 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对象 放在你面前 但是如果 你又会因为拍戏去影响到 两个人的感情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我想我 现在在 短暂时间 可能就 比较还是不会 因为我还是会 以 工作为主 嗯嗯 感情要去维系 我觉得 反正等了半天也没出现嘛 就再等等看 对啊 而且拍戏的都很帅 哈哈 哈哈 男主角都不错 有时候还可以一讲大两条船都好 对就像这一部戏一样 对 游业和房冰两个人 对啊 对啊 好的这个我们今天要谢谢书琪 因为书琪其实平常也很少 就是进到摄影棚来接受采访 嗯 在内地是 多吗 次数 好像 我不想哎 好像第一次吧 第一次是吧 哇真的要谢谢书琪把第一次给我 应该是吧 我忘了 哈哈太难得了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做 做完这个宣传之后 其实这部戏 能像感动你们一样去感动观众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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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